DeskView這款螢幕的觸控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靈敏 我覺得不太喜歡的就是它單點一下 DeskView這款螢幕的觸控功能是非常非常靈敏的 我覺得不太喜歡的就是它單點一下就叫出選單 然後我們的左邊是調整我們的背光 重點是沒有辦法你鎖定 接著這款DeskViewR5的部分它的觸控是非常非常靈敏的 但是我下一款這個DeskView它的觸控是非常非常靈敏的 下一款這個DeskViewR5它的觸控是非常非常靈敏的 但是我覺得不太喜歡的是它單點一下 就進入我們的選單 那我們的左邊是調整背光 重點是它沒有任何的觸控鎖 所以你按下電源它沒有那個觸控鎖 所以你可能調整螢幕角度碰一下 然後它就放大縮小調整背光 然後又開啟奇怪的濕波器 就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就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好 好 會忽然跳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只是要調個螢幕角度 然後背光就從100條到50之類的 呵呵 沒有觸控手真的是不太OK 尤其是這個按一下就叫出選單 然後重點這一款螢幕是完全依賴觸控螢幕來操作的螢幕 它上面這樣空空的完全沒有任何實體按鍵 這是什麼鬼東西 就沒有實體按鍵 所以如果你觸控螢幕壞掉或怎樣 螢幕就完全沒有辦法操作 好 我先放入鞋子